来 拿这个啊 既然我们要做全天下孩子的妈妈 就一定要做到 宁可自己饿着肚子 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 等一会儿我就要回去了 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好的 你拿着这个啊 拿好了 多可爱的孩子 来 来 孩子们还好对啊 孩子们 停一下 快来集合 快 集合了 集合了 快过来 孩子们 我们先谢谢邓妈妈 谢谢邓妈妈 孩子们 我回去了 再见 再见 邓妈妈 再见 等等 再见 我们站队了啊 我们欢送邓妈妈走 来 带好队 王强 好了 王强 王强 胖姐 王强去哪儿了 在哪儿呢 对啊 王强哪儿去了 她说去山上捡柴火 卖钱给大家买吃的 还说让邓妈妈尝尝她赚钱买的菜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 赶快去找 万一孩子走丢了可就麻烦了 胖姐 赶快把王强找回来 是 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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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呢 王强 在哪儿呢 王强 快出来 王强 快出来 你在哪儿啊 王强 王强 快出来 王强 在哪儿 王强 你快出来 王强 你快出来 张妈妈和唐姑姑心唐的都哭了 你快出来 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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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王强 王强 你在哪儿 王强 王强 你快回来吧 你快回来吧 王强 王强 出来了 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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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干妈妈和唐姑姑多着急 为这事曹姑姑还批评了胖阿姨呢 别说了 孩子们 王强私自出来是他不对 但是他也是好心 我们可以原谅他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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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王强 以后可不许这样了 这要万一有什么意外 你邓妈妈和曹姑姑不得心疼死了 就是 嗯 一定要记住 走 嗯 走 走 走吧 曹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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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哦 孩子找回来了 哎呀 谢谢胖姐和孩子们 谢谢你们啊 曹院长 那我带孩子们回去起早睡觉了 好的 王强留下 好 回吧 孩子们走吧 走走 走吧 你冷不冷啊 冷 冷 你还站在这儿不进屋啊 你饿不饿呀 饿 饿了 嗯 还不做板凳上去 这是我给你做的杨春面 趁热吃了它 暖暖身子 好 你怎么不吃啊 我 我 我犯错误了 犯错就不吃饭吗 嗯 那 你以前在家的时候 你犯错了 你娘不给你饭吃 给 给 那如果你不吃饭 你娘会怎样 我娘会心痛的哭 我告诉你孩子 我听说 你没吃饭 就到山上去捡柴火 曹姑姑也哭了 曹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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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孩子 来 听话 把面条吃了 好 邓妈妈让我转告你 说你是一个 听话懂事的好孩子 但以后不要这么做了 知道吗 知道了 邓妈妈还说 你现在的任务 是好好学习 不是去挣钱 邓妈妈会想办法 让你们吃饱饭的 我听邓妈妈的 快吃吧 困了吧 我去帮你铺床 今天晚上 就在曹姑姑这儿睡 嗯 喂 喂 对 我是曹孟军 哦 是小超啊 王霞回来了 您放心吧 对 他没事的 对 哦 周副主席明天就回山城了 请转告周副主席 我一定把哥勒山保育院办好 做孩子们最贴心的妈妈 好 再见 拜报 拜报 拜报嘞 拜报 拜报 我打他 董老 您慢点啊 来 小心 好 小心 注意啊 这有椅子 好 来 慢点 小心 你也注意安全啊 慢一点 好 好 当心点 慢点 往这里 好 我来 立起来 好 慢点 好 我来吧 我来吧 董老 你怎么能来收拾办公室呢 我怎么就不能帮你收拾办公室呢 再说 过一会儿有贵客来访 我帮把手 也是应该的嘛 那好吧 把收拾办公室的任务交给我 你呀 赶紧去迎接我们的贵客 放心吧 少留啊 不要犀利 加把劲哦 您老啊 就放心地迎接贵客吧 这儿就交给我了 好 那就看你的了 啊 加把劲 少留 周副主席 把门定牢了啊 周副主席 咱这可是八路均住重庆的办事处 您看 连门都没有 这还是咱俩好不容易抬来的呢 小刘啊 现在不是讲条件的时候啊 有没有门 我们都照样办公嘛 周副主席 我可跟着董老去过上青寺 看看人家的办公室和住地 这 这个我比你清楚 抓紧收拾吧 好 把门定牢了啊 是 这大冷的天 让董老亲自来迎接我 真是不敢当啊 应该的 因为我国是礼仪之邦 我也是按照规矩行事啊 哎呀 那就更折煞我也 周公呢 他正在打扫卫生 欢迎淮南先生的到来啊 走 董老 走 请 来 恩来 自武汉失守之后 原长江局和八路军 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大部分都撤离到了重庆 再加上 从延安来的一些同志 恩来 恩来啊 淮南先生到了 好 周公 你好啊 周公 淮南先生你好啊 你好 你好 你看看 我们的办公室还没收拾好 你就到了 周公啊 你们就在这里办公啊 是啊 这怎么行呢 再换个地方办公吧 不瞒你说 淮南先生 这就是我们的董老 不顾淋漓的寒风 在外面迎候你的原因啊 时下的山城重庆 人满为患 我们中共 要是在重庆找房子 那就更是难上加难喽 是啊 根据规定 还必须经过你们同意才行 这好办啊 我是蒋先生和你们中共联系的负责人 你们可以在重庆任何地方 找办公地点吗 淮南先生功莫大焉哪 好啊 东老 你下面的工作 就是找淮南先生要房子 好 淮南先生 这 什么时候弄了一件苏氏大衣啊 周公啊 不瞒您说 我这件苏氏大衣啊 那还是斯大林送给我的呢 好 好啊 来 请坐 来 我自己来 来 坐 来 来 真是有意思啊 淮南先生 访问一次苏联 不仅为蒋委员长 接回了大公子蒋经国 而且还和斯大林同志 接下来友谊啊 说到 借回大公子蒋经国一事 苏联朋友说 你们是从旁绑了大盲的 哦 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淮南先生在国 国内合作成 淮南先生出国 国际强远数 真是公在国家呀 对 过于了 过于了 在此国内示威之事 我只希望做一个 有利于民族 有利于国家的人 淮南先生 蒋先生真的不知道 王金卫等人搞的 和平路线 就是任贼做父 叛国投敌吗 他当然知道 那他为什么不采取 必要的组织措施呢 我记得在广州沦陷的时候 就有相关部门搜到了 汪先生等人通敌的证据 希望蒋先生能够严肃处理 可是 蒋先生说 就是汪先生国有其事 也要 让他完全证实后 才可以处分 依我看 蒋先生 处分汪先生的时日 已经不远了 根军呢 请您 静观汪先生的行踪吧 郭新卫 大汉天 看报 看报 请看新华日到 郭新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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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天 去陶宇 去陶宇 新卫月二天下 武城飞机离开陶宇 老伙的越南的河北 看报 看报 豪主来一半 大新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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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嗯 歇会儿吧 咱们一起出去走走 好吧 恭敬不如从命啊 来 好 安来啊 东老 日本精卫内阁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了 我刚刚看到了 我认为 今卫对华第三次声明 是侧应汪精卫出走的 可否这样说 汪精卫集团 已经正式投敌叛国了 嗯 另外 这也说明 禁卫声明 与汪精卫出走 一定是有着某种默契 嗯 我甚至认为 这是一幕叛国投敌的双黄戏啊 嗯 并立即电告延安党中央 和毛泽东同志 做好声讨汪精卫 投敌叛国的准备啊 同时 我们还应该想到 随着汪精卫的投敌叛国 全国抗战的大局 可能会发生改变 所以 我们应该提前 做好应对准备 我们在重庆的工作重心 也许会发生变化 恩来 在此关键时刻 我们的内线同志 更要关注蒋介石的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夫人 你说说 这禁卫声明已经发表了七天 可他汪兆明在河内还是没有动静 据 美英等国的外殿预测 这说明 日本派出的情报人员 已经和远在河内的汪先生 进行各种研判 一句话 他一定会把 终日亲善的和平路线 变成现实 终日亲善 报告校长 有事吗 据可靠消息 汪府总裁一行 他们在河内 你就响应禁卫声明之声明 并派周佛海 陶希盛先声明赴香港 决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开发表 知道声明的内容吗 相信不知 但是公开祥日是肯定的 汪兆明经熟虑之后 以为国民政府应急以此为根据 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 以期恢复和平 中国抗战之目的 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 抗战年雨 窗拒痛深 抗 又能以和于正义之和平 而结束战事 则国家之生草 及抗战之目的已达 无耻 一副十足的汉奸嘴脸 汪精卫这座宴殿等于公开向日本投降 甘坐当今的石敬堂和秦桧 那是毋庸置疑的 眼下我们得想方设法 阻止这种投降之风 在重庆 在沦陷区 蔓延开来 同时 我们要借痛疲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行为 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掀起全民抗战的新高潮 我提议 新华日报立刻组织一篇社论 严厉地驳斥汪精卫之流 他们这种叛国投敌的 祥日论调 我赞成 我也同意 伯国同志 您立即同志许立新同志 让他们感谢一篇社论 题目就叫 依我看 开门前山 就叫汪精卫叛国 好 好 好 今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们这篇社论 什么时候能够见报 明天 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的云淡 这篇社论一定会出现在 我们新华日报的头版头条 我看晚一天也不要紧 关键是质量 对 关键是质量 看来 明天就是元旦了 蒋介石一定会组织所谓的团拜会 同时 他一定还会开会 上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对策 我们这篇社论晚一天发表 可以写得更有针对性 嗯 对 嗯 我明白了 弟兄们 今天团拜结束后 委员长会来看咱们放鞭炮吗 不仅不看我们放鞭炮 搞不好啊 还会下令取消这次活动 为什么 你想啊 汪副总裁出逃河内了 整个山城 恐怕是全国都在议论这件大事 这种时候 委员长心里 是个什么滋味儿 我想啊 委员长心里 就像是揣了二十五只小老鼠 白爪挠心哪 说得在理 万一 委员长 什么万一万二的 委员长是你们几个议论的吗 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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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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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不把鞭炮 好好整理好 是 是 你们听好了 今年非同往常 这准备好的鞭炮 什么时候放 怎么放 到时候你们要听我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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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吧 好 新年一时 在余的国民政府全体官员 摇摆国父孙中山先生 现在开始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礼毕 元旦摇拜先总理仪式 到此结束 接下来 由蒋伟园长主持召开 谈话会 戴笛 在 为什么不放 学生不知 今年该不该放鞭炮啊 为什么不该放呢 这 诸位 都应该知道 过年放鞭炮 是中国的古老习俗 就是要去除 以往的不祥不吉之事 去年 汪兆明出逃河内 这是党国乃至政府的 不祥不吉之事 他发表的 媚日宴殿 就如这老鬼 我们要除之而后快 对不对 对 那好 下面我们就请 林老 吴老 亲自点燃这鞭炮 好 吴老 请 来 你点这边 我点这边 好 开始 开吴老 再次 在这里 优道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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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外界 对于此事的反应非常强烈 今天我们在座的党国药员 也想一想该如何处置 下面就请大家发表意见 林老 您是国民政府主席 又是党国的元老 您就先说吧 好 那我先说几句 在我看来 王精卫 他的所作所为 已经把他自己定在了 历史的耻辱柱上 从他发表宴殿之后 我和吴指辉等老同志 就立主 开除王精卫的国民党党籍 立即棋查 拿办 绝不留情 对 我同意 你一定要开除他的党籍 开除他 方副委员长 你的意见呢 诸位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起了 发生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的往事 那时 有一个叫孙凤明的青年 打了汪精卫三枪 看来他是有先见之明的 可我们呢 不仅弄死了姓孙的 还把汪精卫 弄成了国民党的副总裁 此一时彼一时 那时 与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形 照我看 实质是一样的 汪精卫当汉奸了 我们就该给这个姓孙的青年 筑一个铜像 纪念他 而我们这些 把汪精卫弄成副总裁的人 是瞎了眼 应当向国民认罪 吴朗 您的意见呢 我 吴志辉 比先总理还大一岁 和这位 汪精卫 又是师生之音 真是汗颜哪 吴朗 我是在问您的意见 我的意见吗 今后 我们这些党国元老 出门的时候 每个人都带一把扇子 以前的老百姓 就马上 把扇子往脸上一遮 您是说 无脸见百姓 免得老百姓 在我们的脸上 吐口水 蒋先生 布雷 你说 我这儿有一份南洋 华侨巨商陈家庚先生 发来的电报 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吗 念吧 请摘其盖药 好 汪精卫 甘贸不韦 公然赞同日军王国条件 既其行迹 不仅为总理之叛徒 亦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 应将其 缉拿归案 以正国法而定人心 八百万华侨 拥护抗战到底 好了 如果其他人没什么意见 我们就开除汪精卫 国民党党籍 并立即通缉 缉拿汪精卫归案 在座的诸位 赞同地请举手 请放下吧 作为国民党的总裁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 但我不赞同 缉拿 法办 汪精卫 为什么 这是 策略 打倒汉奸汪精卫 外面什么声音 那是山城百姓上街游行 打倒汉奸汪精卫的好声 贱军抗战到底 打倒汉奸汪精卫 打倒汉奸汪精卫 严城外国贼方精卫 严城外国贼方精卫 坚军抗战到底 军军抗战王爷 打动汉奸王进会 言成外国贼王进会 言成脉国贼王进会 打动汉奸王进会 言成外国贼王进会 言成脉国贼王进会 一会儿邓妈妈和周公 就要来咱们保育院了 你们谁敢带头放鞭炮 欢迎他们的到来 你们连鞭炮都不敢放 将来怎么上战场打小鬼子 王强 到 你敢不敢放鞭炮 敢 我们也敢 那你们为什么不抢着放鞭炮 来 战队 你们的邓妈妈的那个叫周公的她 马上就要到了 安娥阿姨教你们的顺口溜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谁帮胖阿姨去放鞭炮呢 那好吧 那我宣布一个决定 谁如果帮助胖阿姨放鞭炮 我就让谁坐到邓妈妈的那个周公的她的旁边 好了 曹大姐 就让王强同学帮着胖姐放鞭炮吧 可以啊 好了 我们现在去迎接周公 到我们保育院来视察工作 全体都有 小优 起步 转 起步 走 好 曹院长 退步主席 欢迎啊 曹院长 您好 欢迎来指导工作 小超 您好 您好 孟静 曹院长 这么冷的天 让孩子们列队欢迎 我的心里不安哪 您不知道吧 是孩子们要见见 他们邓妈妈的那个周公 小超大姐 安额 您好 周副主席 您好 您和小超大姐 没把我忘了吧 怎么会忘呢 你这个当代的大词人 前一段时间 刚给孩子们写了一首歌词 而且还是由大作曲家 张淑同志谱上了起 对不对啊 您的消息可是真灵啊 周副主席 曹院长 来 安额啊 你来保育院 还有其他的任务吧 曹大姐告诉我 八洛军 住于办事处的同志们 捐了一些钱 您和周公啊 就把这些钱 都买了菜和肉 送给孩子们过新年 对啊 今天我们都带来了 小刘 把东西全卸下来 是 周副主席 又让您破费了 这都是邓大姐的心意啊 同学们 周公给你们带吃的来了 快来啊 谢谢 来 谢谢 一起来 谢谢孩子们 来 可以不吃了 孩子们 孩子们 吃菜啊 孩子们 谢谢孩子们 走吧 走 走 走 进入去 快来 听你 吃吧 多吃啊 小朋友 你也吃 来 拿着 来 来 拿着枣 来说好了 是 慢点 多吃点 来 来 小朋友 你为什么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去吃枣呢 我们的曹顾武说了 谁要帮着碰阿姨放冰炮 谁就可以坐在 我们的邓妈妈的 那个叫周公的她的旁边 所以嘛 我要跟着您 和您坐在一起吃红枣 我等了 来 坐下吧 好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个 吃个大的吧 一起吃 好吃 同学们 你们要不要听 邓妈妈的那个周公 她讲话呀 要 欢迎 好好 小朋友们 你们可能不知道 你们的邓妈妈特别地爱你们 她知道汪精卫叛国投敌 当汉奸以后 她就激动地对同志们说 我们用什么来打倒 卖国投敌的汪精卫 和那些 就要当汉奸 卖国贼的 赵精卫 李精卫呢 我们只有 把我们的孩子们 培养成 文天祥 花木兰那样的 民族英雄 为此 她提议 叔叔阿姨们 给我们 哥乐山保育院的孩子们募捐 让他们 快快地 长大起来 都去打鬼子 就这样 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捐出了自己不多的钱 给你们买了菜 买了肉 今天 特意委托我们 来看你们了 孩子们 王精卫之流 为什么会当汉奸 他忘记了自己的祖国 忘记了老百姓 更忘记了老祖宗 那邓妈妈要问你们 你们长大之后 会不会忘记 自己牺牲了的爸爸妈妈 不会 会忘记自己的家乡吗 不会 孩子们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 深仇大恨 铭记在自己的心里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 下面 我们就请安娥阿姨 指挥大家 唱你们自己的 战时儿童 宝医院院院歌 好不好 好 你会唱吗 会 嗯 棒 我们离开了爸爸 预备 唱 我们离开了爸爸 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是这土地 我们是这老乡 我们的大敌人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和他的军阀 我们要大豆腾 要大豆腾 大豆腾 才可以回到老家 大豆腾 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大豆腾 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朋友们 今天吃饱没有啊 以后啊 以后啊 我们会常来看你们的 好 好 好 再见啊 方院长 周副主席 欢迎您常来指导工作 有什么困难 就告诉我们 好的 好了 小超 再见 孟君 再见 你多保重 您也是 来 让周伯伯抱一抱 亲一个 好嘞 听话啊 好啊 再见 再见 再见吧 小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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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insights 再见 再见 天 expected 谢谢 谢谢 达林 现在不仅重庆各界 掀起声讨汪精卫的运动 就连延安也开会声讨 强烈要求国民政府 严惩汪精卫叛国投敌 这是共产党 毛泽东他们耍的小伎俩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 我们的战区司令 也出来添麻烦 声称对汪 应通令全国 严机纠办 通缉归案 明证典型 不知道为什么 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都有一种 盲刺在背的感觉 夫人 你的感觉是对的 他们这是罪翁之意 不再久 不过 诚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言 结果嘛 他们是从正反两面 帮了你一个大忙 怎么 就是佐证了 你是抗日的棋手 这么说这位美国记者 比我们所谓的政治家 看起来还要高明啊 那是自然 大林 你准备 对远在河内的汪先生 采取什么措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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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